各位好,本來我不打算錄影片 因為現在我正在教一科 就是講Biblical Interpretation 所以我每個星期都要備課,直到十月底 所以就很不空 每晚回家又有工作,因為我早上要上班 週末有一點時間,是自己的私人空間 很累 但這段影片有一點不同 由於我要備課的原因 我最近想多了關於一些 例如Biblical Interpretation Method 方法論上的事情 那些思想是很難整理的 我今早看到一篇新出的文章 由Sheffield University的Philip Davies寫的文章 稍後我會介紹一下 在這個文章中,我覺得他所說的東西 不是新的 但他用一個很簡單的方法說出來 其實我本來一向都是這樣想的 但當看到有人很簡短的 很清晰的寫出來 我覺得一樣是這麼有啟發性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現在香港的學者 基本上是被邊緣化的 尤其是懂事 那些 反而好像林爾諾那些 偽學者 無論如何都要稱呼自己做博士 反而他們所說的東西 教人怎樣識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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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人怎樣解經 那些反而多人聽 但他所說的那種是非常粗疏 例如林爾諾 他就說 用文學的角度去解釋聖經的人 那種叫做文學式經 那種是一種不相信聖經是歷史的 讀書讀懷路的學者 當然他所說的可能疑似張長志 他這樣說是不對的 我覺得 特別是在華人教會 西人教會也有這樣的現象 當我們從歷史 從理性的角度去看聖經的時候 我們是很單一的 只看到一件事就是問一個問題 聖經的故事是否歷史 當我們從歷史角度去看 這是我們唯一會問到的問題 但Philip Davies就告訴我們 不是這樣的事 我就想說這篇文章 那篇文章 最近登在Bible and Interpretation 我也蠻喜歡這個網站 上面有很多 相當有水準 也是可以網上看的文章 他最近出了一篇短文 就是Philip Davies寫的 放在In my view 就是比較短文的位置 這篇文章 我不會詳細說 有興趣的話 我會把連結放在YouTube 資訊欄 我會把連結放在 另一個位置 方便我描述 是同一篇文章 我沒有刪減的 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看看 他在說 作為一個歷史學家 你如何去看聖經 你如何把聖經 和一些考古學上的發言 能夠造成一個有意義的對話 或者是一個Integration 他就討論這個問題 我主要想說的是 在解釋聖經的方面 從歷史角度去看聖經 我不詳細說 他這篇文章是說方法 他提出一種methodology 他很開頭說到是基於三個元素 很簡短地列出來 有點難追蹤 但多看幾次就會明白 尤其是 如果你是整篇文章看到尾 再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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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二看三個元素 那就更容易明白 所以不要 在一開始被他卡住 說很難明白 不看 可以試一下 他越後越容易明白 其實 不過最重要我想說的 我想大家想想想想 就是他這篇文章 有個地方提到 他就說 其實 作為一個歷史學家 你除了可以問 聖經裡的故事 是否 好像他們寫這樣發生之外 其實還有很多其他同樣有意義的歷史問題 我們可以問 他這段就這樣說 當然 他就說 你固然可以 他沒有依靠這件事 你可以問 例如 羅瓦方舟 你可以問 究竟有沒有羅瓦方舟 究竟有沒有洪水 這些問題你可以問 但 在很多情況下 因為我們缺少其他證據去輔助 我們沒有其他 例如 在考古學上沒有 除非你接受影音士團 找到的那個是羅瓦方舟 沒有其他可以輔助 所以 你只不過是一個 他那裡寫 unproductive speculation 在學術上 在信心上 你信什麼就信什麼 但在學術上 是一個 unproductive speculation 其實是一個 斷古 斷古 你估計有 或者估計沒有 你不是很多討論的空間 但他就提到 你的問題 不需要停在那裡 當你在看聖經 或者當你在看 一些文字的時候 一些更加重要的歷史資料 不是他裡面的內容 在說那件事件 而是 有關於 那個作者 即是那個作者 他 單是他把這件事寫下來 他 可以 告訴我們一些資料 給我們聽 有關 例如那個作者 他的思想 一些想法 又或者他身處的文化 又或者他的讀者 甚至是他的社會 好像說得很high 其實不是 我用一個很近期的例子 來跟你說 你就明白 例如楊兒事件 例如 你看了那個 爽報 或者蘋果 爽報 蘋果 他就說 楊兒 濕潤嘴唇 有些白色的 疑似是一些 風流過後流下的痕跡 他說得很像 甜絲絲日治理的嘴角 另一個版本 就是電視台 和楊兒解釋 那些其實就是 嘔吐物 他吃完河粉 就嘔出來 就黏在嘴上被人拍到 現在 你看 這個文本 即爽報 或者 蘋果日報 你可以問一個問題 究竟 那些是嘔吐物 還是某軍的體液 你可以這樣問 但是 你只能說 你只看照片 你又不能拿他的嘴角去驗 是嗎 你其實是一個 speculation 從歷史的角度 你來到這一步 你就要停 是嗎 你再說 就被人告 是嗎 是嗎 但是 你還有其他有意義的問題 可以說 例如 你可以問 爽報 要從一個這樣的角度寫 為什麼他寫出來 為什麼他會覺得這件事 有報道價值 會不會 就是 在這個現今的社會 那些讀者喜歡看 什麼讀者會喜歡看 那些八公八婆 想知道別人的嘴角 有沒有 體液等等 那些事情 又或者你可以了解一下 為何揚兒 他這麼大反應 他說會哭 為什麼會哭 會不會 告訴我們 在現今社會 這些事情 雖然我們好像說 很開放 可以自由戀愛 但是有些事情 還是很忌諱 這些 同樣是一些 有意義的 歷史問題 這些是歷史人物 雖然他們還沒死 假設過了100年後 我們問這些 這些就是歷史問題 楊兒是歷史人物 這一刻他怎麼想 他身處的社區 文化 這些是歷史問題 又或者爽報 爽報 蘋果日報 這些都是歷史文獻 過了100年後 這些都是歷史問題 所以 例如 你在看 《翻版聖經》 例如你在看羅雅方舟 你固然可以問 沒有人說你不可以問 你可以問 有否發生過洪水 羅雅方舟能否找到 這些是歷史問題 對,這些是歷史問題 但是 例如張祥志 他問那個作者 在說這個故事的時候 究竟他想表達什麼呢? 他想他的讀者 接收到什麼神學信息 這些其實同樣是歷史問題 對嗎? 你怎麼可以 例如林爾諾的不學無術的人 一句話 文學釋經 就定義了他 這些說法是不正確的 從神學的角度也是 為什麼上帝會透過這班人 來寫聖經呢? 也是一個有意義的問題 例如 有時候不只是關於聖經內容 例如四福音 很多地方 他都在說同一個故事 但是更有意義的問題就是 為什麼上帝想馬可 這樣說這個故事呢? 為什麼馬太又用另一個方法說呢? 上帝的心意在哪裡呢? 例如 王紀 以及歷代志 有時候他們都在說同一個故事 對嗎? 他們都是說一些相當類似 歷史上的事情 你同樣可以問 為什麼 歷代志 你看到尾的時候 你是覺得 是有希望的呢? 很多學者都這樣說 我承認是有些什麼 上帝是透過這個群體 透過他能夠寫出的這種感覺 這個不足 來表達一些信息給讀者 這些也是一些有水準的問題 不是一句話 文學式經理就可以撥在一邊